菲利普健康器炸鍋 大家好,我是陳秉文老師 接下來我為大家利用菲利普健康器炸鍋 吃飯做一道甜點 灰式劑葡萄拌蛋糕 一開始我們先準備把我們的奶油加入 然後我們的糖 慢慢做一個打發的動作 打至黃色之後 我們再慢慢的把蛋加入 這樣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將我們的奶油糊 拌入我們的過篩好的粉料 我們簡單給它攪拌均勻 那今天用我們的菲利普健康器炸鍋 其實在家就可以做出一個 有點美式風格的一個甜點 我們倒入我們的威士忌 以及我們的葡萄乾 其實如果做甜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很多變了 跟做料理一樣 如果今天你喜歡蔓越莓 或者是其他的酒類 其實也都可以加入這個蛋糕裡面 就可以做出一道屬於你自己的一個蛋糕 好,我們這樣子簡單的拌勻之後 我們的拌蛋糕的麵糊就完成囉 我們將我們攪拌好的蛋糕糊 然後準備一個類似像長方形的一個蛋糕膜 把我們的麵糊加進去 然後我們簡單的給它敲平 然後旁邊的地方多餘的麵糊 我們把它擦乾淨了 因為蛋糕這個部分我們比較注意的是一個溫度的部分 然後我們利用我們的菲利浦健康氣炸鍋 先做一個預熱的動作 首先我們先啟動我們的菲利浦健康氣炸鍋 然後以180度 然後預熱大概5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了 我們預熱時間到之後 然後我們將我們的蛋糕放進我們的菲利浦健康氣炸鍋 然後我們啟動電源開關 然後大概180度 然後我們時間為20分鐘 我們20分鐘的時間到之後 我們再調整我們的溫度為160度 然後最後再用10分鐘 威士忌胡桃拌蛋糕就可以完成囉 好這樣我們10分鐘的時間就到了 我們灑上一點糖粉 這樣子就完成囉 Gotta我們回到你的gga Part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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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 Gro zor Bur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